心圆石影 看树满眼泪 我们从小就爱围在它身旁玩耍的大榕树 又称作哭泣的五花果 还有常常在河边看到的悠悠垂柳 以及春天才绽放的垂枝樱花树 它们都有个凄美的英文名字 Weeping Fig Weeping Willow Weeping Cherry 看着它们低垂柔弱的枝叶 随风摇曳 这样拧人画的名字 不禁让人联想到人的内心 人生在世 每天会经历多少高低起伏的情绪 我们一生下来就要大哭一场 哭声越响亮 代表肺活量大 越健康 婴儿时期 我们用哭来表示我们的需求 然而 渐渐长大后 我们必须学习坚强忍耐 眼泪似乎就代表软弱 是懦夫的标签 我们的心渐渐被一层层后壳裹住 有泪绝不清谈 就算伤痕累累 也要祸血吞 婴儿对别人也无法有深层的同理 以及同情心 著作《礼伯大梦》的美国作家 华盛顿欧文 Washington Irving说过 眼泪里有一种神圣的东西 它不是懦弱的标志 而是力量的象征 胜于千言万语 传达无比的悲伤 痛悔 以及无以言喻的爱 There is a sacredness in tears They are not the mark of weakness but of power They speak more eloquently than ten thousand tongues They are the messengers of overwhelming grief of deep contrition and of unspeakable love 圣经十篇五十六篇八节也说道 我几次流离 你都记数 求你把我眼泪 装在你的皮带里 这不都记在你册子上吗 在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面前 我们就是单纯的小婴孩 我们可以尽情地 把自己内心深处的 忧伤痛悔 都跟它哭诉 不必伪装 它必保抱怀揣 安慰鼓励 给我们力量 继续前面的路程 主天说我羡慕 我太阳一切 在照射过万生 只有一时间 不让我心快乐 若我再爱你 再感觉我心下 无敌的事故 无敌的事故 每一刻这一点 无论何痛苦 当世上真没有什么可苦 当汉西城不尽 也没有滌的事故 也没有滌的事故 主上的我也会 并尽我专心 无疑